谢谢这个问题 那么应该讲少数国家提出的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听起来挺好 但是这里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所说的规则是什么规则 是由谁来制定的规则 必须认清其本质 那么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分析 我们认为他们所主张的这种规则是以军事同盟为基础 以意识形态为导向 以他们自己所设定的规则为标准的这种所谓国际秩序 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些少数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企图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国际体系和国际这种全球的治理体系之外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 这里必须强调联合国的作用 所以联合国是世界上最能够凝聚国际共识和体现国际共识 最能够体现国际关系与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 所以我们的主张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同时我也认为世界上只有一套规则 那么就是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同时我们也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多边主义 也是以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为基础的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的真正的多边主义 而不是少数国家 那么以多边主义殖民来行使单边主义支持的 这种假的或者是伪的这种多边主义 你刚才提到说指责中国在国际上脅迫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应该是恰恰相反了 那么中国在国际上所提出的一系列的主张倡议 包括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 包括我们主张在国际贸易多边贸易中 要坚持自由开放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主张的要在平等 互利 共赢 基础上开展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这些都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欢迎 那么相反 我们看见当天世界啊 谁在企图包揽国际事务 主宰他国命运 垄断发展优势 谁在国际上搞小圈子 排斥一己 威胁 恐吓他国 谁在搞脱钩 断供 制裁 那么谁在把世界推向分裂和对抗啊 我想这一点世界人民也看的是清楚的 中国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台塌 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 不搞为我独尊 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 坚持与时俱进 不搞 顾不自封 因此中国始终是 世界和平的贡献者 建设者 发展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那么中共人党提出构建 人类文明共同体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是着眼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 最突出的一些问题 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重大倡议 那么中国将坚定不移地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捍卫世界和平担当责任 为促进全球发展 不遗余力 为维护国际秩序 以身作则 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力量 同世界各国共同携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